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我的非法停留会对以后的任何身份 以及任何的工作申请造成影响 它这个政策是给说因为你有特殊的原因 因为疫情的原因你走不了 给一定的豁免 但是我们的建议是说任何一个很大的社会情况 这个社会的event 你还是要保留证据 要保留证据 因为等五年十年以后 你要申请绿卡的时候 他回来看见说 你有三十天 你有六十天 你是非法停留 那你说我是因为疫情缘故 我走不了 那他说可以啊 那你拿出来证据 那你要保留说 我的航班被取消的证据 如果没有说非常具体的 我的航班怎么被取消的证据 那你要拿出来说 现在的policy是中美挺好 你要把这个东西 你要present给移民局 给移民官 因为他们不会为你保留证据 他们也不会research 这个证据 这个burden for proof 是你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 他中间呢 他给 比如说 我B2到期了 我是3月20号到期了 本来我是要走的 我买的是3月19号的机票 那我发现说 我走不了 那我航班被取消了 我一直买机票 我也买不着 那我 我缓过神来 我才发现说 我走不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 unlawful present 那我现在是 怎么办呢 我要fire extension 但是我要fire不了了 为什么呢 我3月20号已经到期了 我现在是4月20号 那你已经过期了 那么从原来的移民法来说 你是 你已经过期了的身份 你是不能过程庆延期的 那目前的移民局给的政策是说 因为疫情的原因 提供足够的证据 你说明我是因为特殊的原因 我不是要主动的来违反这个移民法 那他考虑这些因素 然后来case by case 他说得非常清楚 case by case 就是他按个案来处理 个案来考虑你提供的证据 以及移民官 你处理那个案件的移民官来决定 他要不要给你这个货免 然后让你延期败免 这个给的政策就是 就是我说了没有对任何的移民法 有任何的改变 只是说他这个discretion 这个破笔权 给予个体的移民官 他现在有这样一个policy 就是说 那给愿意遵纪守法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能够专守一定的法规的 这个人来说提醒 给予一定的这个延缓或者缓冲 那么他也说了 如果是说因为这个原因 到以后你实际其他的身份 比如说你申请H1B 然后申请什么 他因为都要查你 你所有的在哪里的事情 是不是什么 那他会以保留好证据 提交这个证据 他会酌情来考虑 那现在给你一个 这样的一个延缓的报道性 对 你解释的非常明白 那我们这个说完了 这个滞留在美国回不去的人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在美国境外回不来 那么这中间就是说 最令人感觉担忧的 就是一些绿卡的持有者 因为他们是要有规定 在境外待的时间 是在一个时间之内的 那么假如说超过了这个时间 但是他们也是因为 这个中美航班的因素回不来 那这类人群 有着怎么样的应对方法 这个问题的确是 很多客户来问我 因为很多人的确是回不来 那其实我们 我们移民律师协会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我们专门跟CDP 就是Custom and Border Control 就是跟这个路径官员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谈过 那其实大家在解读 当然说 因为所有的移民律师 以及说大家都保持比较 挺胜的态度 认为是说 起码半年是那样的 无情不能够超过离开 美国半年 但是真正的 在移民法上面说的是 一年多久才会有后果 这个我在这个 我也有一个公告里面写了 就是引出来这一条是说 如果超过一年 律卡尺优者超过一年 不回国的话 才有什么后果 那如果是很多人 可能算是说 我半年回不来 那我认为是说 现在的后果还不是很大的 当然说我也说 也说了 你要保留证据 比如说宗美挺好 那我的确是买不到机票 或者我机票被cancel了 然后后面也买不到 这个我的一直的 抱有的态度都是说 大家谨慎 留好证据 你不要认为说所有人都知道的 就是成为你的证据 不是的 所有人知道的也不是你的证据 比如说哪天上海机场 全部停飞了 那大家都知道那天有台风 但是你说美国移民官知道吗 他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一天 上海机场发布停航的命令 然后存下来 因为过几天你哪里都找不到 过两个月以后 他哪里都找不到 你那一天一定要截平留下来 然后比如说中美停航 那保持一家航班 但是这个机票的确是没得到 然后你态了多少次 你每一次想要去买航班的 intent 你都要把它截平下来 你说我的确是找不到 比如说没有票了 无票了 这个证据都要留下来 那么到你 比如说我们希望是说 你还一年之内能回到美国 最好是 try to一年之内回到美国 就是你回不了美国 这个东海岸西海岸 你看能不能关到入境 或者是夏威夷 你能够try的 你一年之内还是最好的 这个一年之内没有 consequences 一年以外会有 consequences 那么入境官员就可以 这个一年的原因取消掉 你回到美国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说你也可以提供证据 说我的确是回不了案 当然说 入境官员给不给你 这个过敏权在他 因为你连上 他一旦拒掉了 你就立刻给人机反光 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 建议半年以上 一年以内可以回美国 保留好证据 如果是说一年以外回不来了 那么到时候还有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你要到 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 去reinstate你的绿卡 因为你没有AP 你没有advance code reentry permit 你没有申请回美证 回美证一定要在美国境内之内申请 那如果你有绿卡 申请了回美证 你可以两年再回来 但是如果你不在美国境内 你也没有申请这张 对entry permit 那你就一年之内 一定要回 如果没有回的话 你就要到美领馆 去reinstate你的绿卡 这个要走一定的程序 也不是一定不可能 但是建议一年之内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